日本强政之后慈悸发起全球慕心慕爱活动 马来西亚槟城文凯小学也主动邀请慈悸志工 前往校园募集大家的爱心 其实文凯小学校长洪慧山本身是天主教徒 不过在日本震灾之后仍然主动邀请慈悸志工 因为他认为慈悸是具有公信力的佛教慈善团体 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把爱心交给慈悸运用 看到日本地震还笑的影片 一位印度裔小朋友直到影片播完 全体同学前程祈祷 忍止不住他难过的眼泪 我很伤心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严重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环保 不要丢太多垃圾 不要烧垃圾什么 做好事 不要挖泥土买东西的事 文凯小学的校长是一名天主教徒 知道信仰的力量也超越宗教 主动邀请此地志工前来 在周会的时候进行母习慕爱活动 除了为日本震灾灾民出一份力 也希望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善心 小朋友们纷纷踊跃捐出爱心 我会跟爸爸妈妈讲 今天直接来给我们看 日本的海啸和地震 捐东西 捐食物和钱 捐多捐少不重要 只要有心就好 校方的用心栽培 让小朋友从小懂得关心时事 并对社会付出爱心 来新闻 多会期黄雁碧 马来西亚冰城报道 《晴近风》 报道